字幕组 喂 那个刚刚在来 阿姨打电话过来说 她要细的全部都要 然后如果不到100 全部都补成100 中的是中的 回家的理由是什么 是出于对这块土地的关怀与热爱 是追求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态度 是想要延续传统产业的热情 通常都是睡过头 今天没有睡过头 阿姨老板娘她都比较晚 回家是将在外所学 不可以给生育自己的土地 回家是因为传统产业的没落 为了延续传统产业的初心 算一算回来屏东已经五年了 过去曾经听老一辈的说 这边以前叫上海街 是非常的热闹 现在别说过路客了 连扫街车经过这边都会转弯 不会绕进来 当初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接手这个行业 那当使命感出来决定要做下去之后 我也是跟其他人一样 就是想想看我到底该怎么做 那想了一下发现其实我缺的是一个团队 因为我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那不足的地方本来就要交给其他伙伴来帮我补足 所以我们就决定开始建立我们的团队 开始找我们的伙伴 我个人其实不是非常支持青年返乡 有为青年应该要去外面奋斗站在第一线 你想要为屏东做一点事情 我觉得不见得需要留在真的留在屏东 我觉得去外面其他县市练功赚经验值 会是更正确的选择 但每个人的生涯规划不太一样 我还是看到有不少青年愿意留在故乡 拿我的团队来说的 里面有一个同仁他一毕业 高中一毕业就过来 来的时候记得还18岁 现在已经22岁 那他们的教育背景也不一样 所以教他们的方式也就不一样 个人感觉其实屏东不缺年轻人 你要给他们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到 他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教的我认为不是一项技术 而是一种文化 让他们能够把自己做的事情 来跟屏东这块土地做一个连结 让他们能够亲身的体认到 是屏东的风光水成就了 所谓的屏东日晒挂面这个产业 那能够参与这个产业 当然是非常的热血啊 那也值得他们拿去跟朋友说嘴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 热血不能当饭吃 你要让他们在职业上看到希望 他们有希望 我们才会有希望 回家 是因为有一群热血青年 共同努力为了这块土地 返乡不再是单打独斗 而是一群有着各自理想 不同目标 却都是在自己家乡付出 默默打拼 共同合作 创造属于返乡的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长安字面负责人 屏东日晒挂面传教室 吴冠辉 好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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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